到底粉刺該不該清 我們到底該拿它怎麼辦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 美容編輯正方 其實粉刺就是皮脂線的皮脂 分泌不出來被毛細孔阻塞而造成的 其實粉刺有分成兩種 就是肉眼看得到 白白的一小顆一小顆的白頭粉刺 它是還沒有開口 那如果它已經開口了 而且接觸到空氣被氧化 就會變成黑色的小點點 這就叫做黑頭粉刺 所以分成白頭跟黑頭 那你一定會問說 那青春痘呢 對 青春痘呢 就是這些粉刺發炎了 如果粉刺沒有發炎 是不會變成青春痘的 那現在啊 因為大家實在是太愛親粉刺了 所以呢 我就在網路上面去搜集資料 發現其實網路上面 有好多好多親粉刺的方法 第一個呢 就是大家討論度最高的 用凡士林來清粉刺 我問了皮膚科醫師 他是說答案是對 也是不對 因為如果你用凡士林清粉刺啊 其實是在你的鼻頭 跟那些毛細孔很明顯的地方 先敷個兩三層的凡士林 然後呢你再用保鮮膜去燜它 大概燜個20分鐘 其實這個方法可能是用凡士林的油脂 去溶解你的那些皮脂的油 可能是讓那個毛細孔比較軟化 然後你再用棉花棒一推 可能你看到那些粉刺就出來了 這個你可能試了一次可能有用 而且是針對那種粉刺真的很多的人 就是毛細孔被阻塞很多的人 可是其實這個方法不能夠常用 因為如果你常常把凡士林 厚敷在鼻頭上面 其實它會造成反效果 就是很其實容易造成毛細孔阻塞 反而更容易長粉刺 所以這個方法其實不是不好的 第二個呢是什麼呢 就是用小蘇打水或者是用牙膏來清粉刺 這聽起來有點刺激感蠻大的 其實醫生說這理論上是對的喔 因為我們的皮膚其實是呈現弱酸性 那小蘇打水其實是什麼 是鹼性 按照道理來說 它們就是要達到一個酸鹼平衡 它可以幫助你的皮膚做一個比較深層的清潔 強力的清除那些油脂 可是第一次一樣啊 就是你的毛細孔被清乾淨了 好像粉刺也被擠出來了 但是你沒有辦法天天這樣用吧 如果你天天用小蘇打水來洗臉 那皮膚的保護層可能就被你洗掉了 那你造成的後果就是皮膚越來越薄 越來越敏感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用卸妝油來清粉刺 這樣聽起來好像也蠻合理的 因為卸妝油也是用你油溶解你毛細孔的油 來清粉刺 可是其實如果對於一些皮膚比較有問題的人 其實卸妝油是會阻塞毛細孔的耶 所以卸妝油去清除粉刺 這個醫生也是不贊成的 最後一個就是用妙鼻貼來清除粉刺 這樣對嗎 很多皮膚科醫師說 你用這種拔除式的東西 撕下來的東西 其實它是一種叫做皮脂管絲的油脂 它其實也是幫助你的皮膚去做一個保護的作用 那其實你撕久了 就是這種長時間很利 強力的撕除你的皮膚表面 也是會造成皮膚的傷害 既然粉刺不能夠完全被清除 那它到底能不能擠呢 其實皮膚科醫師都推薦不要亂擠啦 如果你真的很想擠 因為實在是有愛觀瞻的話 它會建議說 如果是已經變黑的那種 已經開口的黑頭型的粉刺 你可以擠 如果是閉鎖型卡在皮膚裡面 還沒有開口的白頭粉刺 你就不要擠了 因為如果你硬擠的話 很容易就造成一些不規則的傷口 或者是微血管破裂 甚至是引起細菌感染 其實這個後果不堪設想 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 把我們的粉刺皮膚調理得好呢 讓它不容易生成粉刺 就是使用酸類的保養品 在你每天的保養步驟裡面 加一點酸類的保養品 它可以幫你每天溫和的代謝 皮膚表面的老肺角質 這樣子 你的油脂要分泌出來的時候 它不會被阻塞 它自然就不會形成粉刺啦 像最近這一兩年啊 就是花酸類的杏仁酸滿有名的 因為它就是真的滿溫和的 不管是使用在居家的產品上 或者是有的人會去皮膚科醫師那邊做一些 杏仁花酸的患膚 其實效果都滿好的 那這邊啊 就有寵愛之名的 就是一個杏仁酸的患膚 或者是Dr. Wu 或者是AMPM 這些精華液 其實你就是每天啊 在你的精華液的那一個步驟 擦一點點 在容易毛細孔粗大的地方 或是角質容易堆積代謝不了的地方 輕輕擦 其實不會有什麼刺激感 效果還滿好的 可以幫你維持 就是油脂代謝平衡的好膚質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 之前會覺得效果比較 稍微強烈一點的裹酸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是油豆雞 真的是那種油甜大噴發的人 真的就用果酸啊 因為其實果酸效果是真的 比較在好一點點 因為它就是真的 完全針對你的角質層來作用 像是這個尼盡絲的粉刺水啊 或者是Alubion的粉刺水 還有這個Dr.Brett 它也是一個魔法換膚泡泡 它就是針對你的角質層 利用一些果酸啊 乾醇酸這些檸檬酸 來做一個徹底代謝 讓你的油脂也是能夠很 暢通無阻的分泌 這樣子粉刺痘痘 就比較不會來早上 其實啊油性肌膚的人 也不要太困擾 也不要太苦惱 因為啊那些皮脂其實都是在保護你的 比起那些乾巴巴的肌膚 它們其實比較容易老 如果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記得要訂閱我們的Vogue YouTube頻道 我們會在每個禮拜五進行首播 解答你所有美容的相關問題 當然也要記得在這邊繼續關注我們 我們會持續在上面開放投票 跟解答美容相關的問題 會不會 有趣 那些的問題 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